第22季第七集 玩具TV第22季第七集 差不多是尾聲了吧 其實也不是,尾聲之後還有尾聲 還有尾聲的尾聲 還有一大堆東西,不要忘記 這裡 看到我這麼驚訝的樣子就知道 所以你看我們已經擺出來了 由於這隻在德國今晚 這個講得明白 是版來的 還未有的 還未見街的 還未見街的 大家就不要問為何我沒有的貨還未有的 有一款的價值 所以這個連背部都還未擺 差這兩個 我已經把右手變成炮 炮擊手 另外把面罩變成戰鬥頭盔面罩 然後把電芯撞進去 哇,八人好像玩過一輪 其實每一個玩具都需要學習階段 我大概用了五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是很容易 user friendly 的東西 這個大黃蜂就是 Visio 的 德哥說的那隻 DLX 的系統 D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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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大隻 一盒就知道 很大隻 他同期的 天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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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集的 是 但他出了一隻 Last Light 那隻 其實真的不是差太遠的高度 我想大概這樣 本身 因為我上個星期 我真的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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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版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DLX 配上 這麼高的 Augerman 應該是適合比例的 但你這隻不是那麼高 我只是說原本那隻 Augerman 原本也是DLX 不是 DLX 很小 以前那隻 是啊 會不會是適合比例呢 可能是的 不過你又知道 Michael Bay的畫面很豐富 比例其實大家都沒什麼追求 算了 既然是這樣 算了 我們就看看Box Arts 很帥 另外就 謝謝你 揭槍 就會見到 很討厭 我被人罵 我也會說 我反而覺得 如果在Box Arts 3ZERO 在這個平面設計上 再花點心思 就更加好 這一個我帶開 我也有得到 同樣的感覺 咦 就是 大文空的印象 當然是這樣的 是的 我又 不是說不好 但是 大家有 可以再輕一點 我真的 好 我不是說他差的 我真的覺得 有比較之下 你行內 我不是說Freesco 行內最精彩 真的是Hot Toys 是 是 他在這個平面設計 特別是畫面的 著色 或者可能一些 凹凸的字 湯金 他可以令到整件事漂亮很多 是 其實其他的廠商都可以 研究一下 在這個平面的設計 我相信廠商是正在看的 所以這次有得哥回應一下 是 挺害怕的 好 對的 我不害怕 因為我們經常被人回應 我們都會回應 我真的覺得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以好一點 嗯 講回產品 台座 又是DLX的專屬台座 DLX 是正的 看到一些黑紋 把Transformer的感覺 全部射出來 也有牌子 一定要的 非常精彩 下面有Transformer 和Bumblebee的Marking和Logo 拜拜 真的撐得起產品 我們不如先講主體 我們已經把他的右手 變成炮型 原本的右手是這樣的 讓大家看看 另外 當然他也舉了很多示威手 我們要讚讚的 我們一定有讚有炭 那些手型是挺漂亮 而且 他是做得更大 拿出來整隻 打架的人 是拳頭比沙包 他做得更大 拿著左手 你看到是零零射射 做得比較 就是為他特別而做 有手的炮台 大家不要期望 他沒有燈的 哦 拆的時候 注意到其實 在哪裡開始 你可以扭動這個位置 就留意 他其實在這個位置 就開始拆出來 那如果各位師兄 怎樣是拆螺絲 還是入筍位 其實什麼都不是 是一個鋼的金屬軸 就硬刺進去 所以你扭的時候 一定要 好似你平時很喜歡做的動作 就搖一下 搖一下 慢慢出來 慢慢出來就可以了 就不要一次過死 因為你將會弄壞 因為外面的膠 包著 裝陷了 如果你用力過渡 這些位置可能會被捏爛 所以最好就是 扭一下扭一下 陰陰陰 你看到那個軸 德哥就看到了 開始就越來越清晰 但是好處是什麼 這個軸是不容易爛的 所以是耐玩的 我馬上留一次給大家 你一定要不停做一個比較 平時男士喜歡的動作 在他很興奮 這樣做這個軸的情況下 那條鋼的軸就是這樣的 除了你看到這一支金屬軸之外 你看到本身的駁位 大致上了解一下 剛才Brian所說的話 為什麼要慢慢慢慢扭出來 沒有一次過 因為他是緊迫著一個六角形 夾著一個圓柱體 你發覺一定不可以一次過扭 死硬的 就要一邊扭一邊扭一邊扭開 但是可以放心的 他手臂的交件 我這麼粗魯 我回到他出什麼粗魯 一直捏都沒有給我捏硬 所以真的比你裝飾得比較好的 女人讚你溫柔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只有一個 這樣也無法進去 真的厲害 打到幾天上 訓練得這麼上位 這麼上位 剛才我轉了兩個圈給大家看 Freecevil本身就著處理這個DRX整個系列 在金屬的表達是完全沒有輸過的 是非常精細 而且本身在賞色或者雕刻方面 你會看到那種很細緻的感覺 那些舊東西多少錢 馬上問一下多少錢 四位數字 那些情報量也很高 1000多元 我真的不記得 不好意思 很棒 是的 情報量和機器 更熟識的那些用層次 他們比較聰明 是 他們很早已經用幾隻 同一隻銀色 幾隻銀色去做 那就不需要用過多的舊化 因為過多你會肚子 很實的 所以一定要領的 要慢慢再領 這個德哥 看這個玩具TV最精彩的就是 究竟在這個開箱的時候 直播會不會有自由下墜 下墜、裂、跌件等情況呢 這次是沒有的 不過看到這個大王蜂 很多師兄都想起 幾年前的大王蜂 差不多雙倍這麼高 這麼大 所以他在經典 都是賣過三千多元 我也有賣 比較呢 我覺得呢 是要賺的 因為這裏的產品化程度 已經高了一倍又多 即是當年那隻玩具 你是會怕扭爛它 因為它比較多 而且它又大件 組裝又大 波裝又大 你的聲音 那些你會很容易怕 它是整爛的 嗯 但這次我剛才很粗魯 是產品化而略好 即是說產品化 即是什麼呢 某個標準 它是停下來 它不會跌下去的 所以是很安全的 即是我覺得 簡直說是耐玩的 這個大王蜂 你顯示到 即是相對上一代的大王蜂 其實產品化程度已經高了很多 所以那隻腳那裏 是要慢慢去揣摩 怎樣才可以做到它貼地 其實完全六隻爪 去貼地 好像是不行的 我自己試一試 我看說明書都好像是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去扭一隻大王蜂 那麼 很實隻 嗯 QC都出貨 這個補充一下 這個是 即是接近完成版的Sample 其實都差不多 是的 接近完成版的Sample 可能再出貨 希望還有得更好些 雖然我暫時未知道它有什麼問題 是的 但我這樣拿上手 在關節的鬆緊度 都調節得很好 即是覺得很硬正 是的 重量感呢 重量感很好 其實當它玩開DLX 都知道本身骨架方面的構造 都是很實正的 變成你不會 就是這樣玩 對 你不會見到 好像其他大腿朗下朗下的情況 我又想吐一吐槽 我早前那隻VF25 哇 這兩節這樣的關節 一路動一路動 真的慘不忍道 Bandau 大哥 這些真是失敗 這一隻我真的敢說 如果你給一個小朋友 沒有太小 10歲 其實他玩都不會很害怕 他玩難的 即是他Playable 當然他要知道 這些是精細的玩具 他會小心一點 都OK 因為捏到他的關節是穩陣 而且你看到他的裝甲黃色的部分 你一路扭他 其實一直搖著 即是他搖著是在移位 他每一個外裝甲黃色的部分 他都有一個活動關節是移的 你玩一會兒 其實就很舒服地 他只會移位 你又不用怕去捏爆他 捏掉他 譬如這些都每一個 這些位置全部移動 德國可以示範一下 每一個其實小的黃甲部分 其實都可以移動 其實我見 剛才沒什麼特別去介紹 Bumblebee的鎚 我就這樣看 本身不知道 是不是會不會 這個都未完全上好色 我知道你說哪裏 黃色部分 那個顏色 那些深淺色 是的 應該就未上好 所以就變了 大家要留意 我想最主要留意造型 就好些 還有如果你覺得這個意見 你直接對著鏡頭說 我覺得這個應該上一點 應該未搞定 我覺得應該未搞定 我覺得大貨應該不是這樣 不確定 那就提提 如果視野有人在看 這個顏色 可能德哥不是太滿意 所以要做德哥版本 嘩 不要說我不滿意 我只是覺得應該是試版 對 因為它本身就著顏色 和一些舊化的塗裝 其實是未特別上 好像沒有特別去做多場功夫 但是你想 就這樣說 本身這個鎚的造型 是挺有趣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著設計 情報量 或者造型 都挺有趣的 對 如果有留意的 Visio的朋友 看看這個 是否需要再加一些層次 上色方面 另外就說一下這裏 剛才說的關節 那些規格 全部都可以動的 手腳那些 你站在那裏 你不會害怕它爛 不過都說多一點 其實就著可動性 其實就不用自然地好 不過也都因為這些甲位 其實它本身做出來 都是有些tricky的 tricky的原因是 因為它這麼好 你是要有少少位去避開 所以當你動的時候 你不要行強硬去擺一些動作 你要看看會不會 有些甲口位 或者裝甲位 是跟你動的時候 會有一些甲和甲的碰撞 如果是有的話 你就可以 吞一吞 移一移 變成不會對於關節動的時候 造成什麼障礙 剛才師兄提到 其實這個Bumblebee 曾經是我們最滿意的造型 但當然Bumblebee Movie 之後出了一個 大家當然開心 好了 我們講講頭部 你都沒有講頭部 有人很喜歡看頭 原來是有耳朵 有耳朵 這個才是Bumblebee 而且現在是戰鬥形態 我們待會要放上頭盔 因為我要開眼燈給大家看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Bumblebee的戰鬥形態 現在夠不夠靜 好 我先開眼燈 它燈只是頭部 可能要移一移 因為 因為大作的罩 其實眼燈不是那麼顯著的 嘩 我這個角度看到 當然除了罩之後 會更好看 可能要近一點才行 等等 高一點 好 這個純粹是鏡頭問題 如果你看實物你是看到的 肯定 現在在對另一個螢幕 我想要四個 四百萬人看 嘩 四百萬人看 如果有五百萬人 我們就會跳舞 你跳而已 跳舞 跳穿衫舞 看到了 看到了 其實呢 戴了罩、眼燈也是要亮的 除罩 除罩 你最喜歡的 你最喜歡的 我不懂的 我批爛他 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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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夠淡眼淡 除了 再拍一隻眼仔 其實是有細節的 眼仔 再拍前面 他的眼仔是有細節的 就是海報上面看到的 我不懂得說 有些紋的 有沒有看到 有些合金成分 有很多 他聰明的地方 合金成分 他主要是在關節 我覺得是聰明 因為重量比例 平衡 以及耐環 現在怎樣的眼睛 是不是亮了燈 我看得不好 我自己看 索性 是亮了 沒錯 再放回鏡頭 他不是很塗眼 但是呢 你看到有紋路 像海報裡面的 有隻眼睛 是不是關燈 好像看不到 對 不多 Ricky 好 頭那兩個 這兩個 這樣就亮了 對 他的燈不是很顯著 但是他在細緻位置就很好 看到頭很精細 對 他真的跟著 這個劇場版 對 至於你說 清楚了 好鬼 青青的 晚上看到你不嘩 真的 眼仔滑滑的 對 按鈕就在 這個 標誌上 哦 得哥我來試一下 嘩 這樣就看得到 看到嗎 很明顯了 再開一次 對 換電衣 整個頭 整個頭拔了 然後才脫螺絲 我現在穿還是會 現在穿 好 現在開燈就差很遠 兩顆那些 十三便 到處都買到了 很容易換 有十字批 慢慢扭開螺絲 就不會壞 嗯 另外 也不差再拍了 背脊 看到其實 本身 叫車輪 和車輪 都是可動的 雖然可動 但是不可以轉的 本身 在這裡也有一個 教位 可以方便去動 變成可以就著造型 你可以設定更漂亮的 戰鬥姿勢 非常之過癮 屁股甲也是可以動 有趣 當你動的時候 也是那句 其實你可以稍微 動回屁股甲 令到不會 就著腳的活動 幅度會很大影響 嘩 嘩 它是可以踢到 它的背脊 向後咬 充滅斜 我真的喜歡 它的鴿 黃色那些 它可以移動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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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團隊 花心思 大家玩的時候 要移動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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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花結定 以往的時侯 不過我不太擔心 而且他們 全方馬的 裙色 又有舊花 多 不覺得花花了 另外 不差 原來最精彩的是 腳底 精彩 本身就著它 銀色 金色 黑鐵色 光澤雅 銀色 黃色 等等等等,其實已經數了一堆顏色 之外,我要擀的,是擀他的腳趾 嗯嗯嗯,每隻都可以移動 神經病 因為他這個才能幫他平衡 坦白說,剛才我擺姿勢 我嘗試把他六隻爪貼地,我就做不到 但其實你不需要六隻爪貼地,其實他會站得穩 因為他有很多的 一個關節,鞋頭一個關節 另外這裡可以左右轉 上下更加不用說了 喜歡就玩一下他的腳趾 神經病 而且他的腳真的很細緻 你講Bumblebee史上最強的形態,一定是這個 哇,大哥,你... 你...你...你...我拍文 還有一個位置很好笑的 這個位置有模型 還有我這個位置的 就是由Sample寫了 就是由Sample寫了 這個Sample寫了 直租啊 先看看 買不到他 即是他沒有大貨的 沒有大貨的 沒有大貨的 那Sample很穩陣 對,很穩陣的 其實你見慣那些也是 我們其實... 不過當然我們... 那個是一個良善形式的合作 就是我們又不是要做一些... 不真實的出來 但我們預先會報導一些事情 不真實 譬如... 例如呢 如果我們不早點去跟大家講 那你怎麼可以決定買不買 給不給錢呢 這個是剛才我訂的東西來的 是的,OK 我剛才自己也做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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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賣齋 我可以給大家看 沒有騙人的 沒有解釋 你可以的頭盔給大家看 就沒有爛 沒有性的 那... 這個我覺得 又是... 都不是說只是讚的 其實它有很多工藝 我發現越來越成熟 是香港公司比較少有的 就是我坦白說 剛才... 譬如德國有時候會 柴台那些日本公司 那些大公司 但其實相對他們的技術 都是超越了很多香港公司的 其實是講到穩定性的問題 那... 現在我就看到 這一間公司的穩定性 其實以這麼複雜的組件 可動人偶 其實它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反而我們香港公司 一直面對到那個難題 即是很漂亮的事情 但是穩定性呢? 是的 剛剛我們... 最後一個question 就是 如果有廠商 即是3ZERO的朋友 我只是想知道 究竟這個大黃蜂 是否可以連接到這個 大阪的奧特曼一齊 是對比例呢? 我目測就似的 但是一齊可以放在一起玩 就更加理想了 這件東西 好東西來的 大家如果見到出貨的 有興趣就搞吧 我個人的評價是高的 未訂就可以追訂了 不錯 不錯